好,各位同学,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三讲的内容 叫做如何设计课程或者是展示的一些结构和逻辑 那么在上一讲里,我们给大家有去分享 如何去准备我的课程或者是展示的内容 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我们所讲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叫做最近发展区理论 那么这个最近发展区理论呢 其实事实上核心告诉我们就是说 你准备的素材或者是内容要有明确的目标 和对于这个明确目标的明确的分析 它的知识储备的内容下限在哪,上限在哪 这个中间的差距就是我们所讲的知识内容的最近发展区 而现在如果我们有了对于所有的知识内容的一些准备 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那将来这些素材怎么样更好的能够去面向我的受众 面向我的学生去做展示 这个是咱们今天核心要去讨论的话题 就因为你会发现有些人准备了很多好的东西 但是最后呈现出来的样子或者说呈现出来的结构是有问题的 他没有办法很清晰的或者让听众很好的去接收到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或者是核心思想 那么在这里边我始终需要去不断的跟各位来去强调 我在第一讲里跟大家说的那一点 所有的课程 无论是展示 你的最重要的目标不是你讲了什么 而是你的听众你的学生他学到了什么 而他听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 取决于第一个你准备了什么样的内容 第二个你的内容的组织展现的形态和结构是什么样 你的结构如果设计的好 那么有可能他的知识掌握的会更加的熟练 会掌握的更加的牢固 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跟大家简单来去做一个分享 第一个就是说我最简单的展示结构和最简单的展示逻辑 就是说如果我在其他的东西都不清楚 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去驾驭得了特别高深 特别复杂的一些逻辑结构的情况下 你就记得一个大原则 非常简单 叫做总分总 这个结构大家非常熟悉 耳熟能详 在我们小学一开始学习都不是写作文的时候 就让大家练习去写句子的时候 写段落的时候 你会发现老师语文老师一开始就会告诉我们 说小朋友们那接下来你们要记得哦 在我们所表达的所有内容和意思里边 第一句话要有一个总体 然后接下来再来去分别展开你想要去表达的内容 最后要再加一句话的总结 那么在这里边能够去完整的表达一个意思 所以无论是课堂还是我们的展示 这个结构其实事实上是一个最为经典 但是也最容易被人们所忽略掉的结构 我们可以去回顾一下 你所听到的 包括你之前所做的很多的展示 有的时候只是什么呢 只有总和分 或者甚至只有分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我要给大家讲的第一点是这样 今天我要汇报的第一点是这个 第二点是这个 第三点是这个 那我讲完了 对吧 这是最非常常见的一种展示的样子 或者展示的结构 就是我们在这里边只注重自己想要表达什么 而总分总的这个结构 它背后的核心目的 也是为了帮助你的受众 帮助学生 帮助听众 能够更快的去汲取到 你所想要表达意思的核心思想 所以我们在展示的过程当中 一开始先有一句总数的表达 是一方面 对于我们所想要去传递信息的听众 或者是我们想要去传递知识的学生 在这里边有一个总体的概念 好同学们 今天我们要核心讲的内容是 如何能够很高效的利用三角函数 来解决我们数学方程当中的问题 也是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今天我们的核心目标 就是掌握棱次定律的三种用法 今天我们的课程核心目标 就是学会定语总句 你会发现 我一开始总体的这一句话 相当于是给我的课程的目标 定下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基调 否则不然的话 大部分人的讲述就会流于非常发散的一个场景里 之前我们有听过有老师去讲课 讲的过程非常的发散 讲历史 今天我们来大家一起学习一下明朝的历史 明朝的历史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里边 曾经出现过有这样的几个皇帝 这个皇帝我给你讲一讲 这个皇帝你看他之前曾经做过什么样什么样的事 对吧 这个事巧了 当时在宋朝有个皇帝也干过 宋朝这个皇帝不刚干过这个事 他还曾经被另外的金人俘虏过 说到这个金朝啊 我们又可以去讲一讲 这个金朝的历史和渊源到底是跟什么东西有关系 你看这个朝代和他非常相似的 还有另外一个朝代 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无限的去发散 如果没有一个总领的核心目标 那这个时候你讲述的课程结构就会变得非常的零散 尤其是我们之前在很多的文科类的学科里边 这种表达尤为常见 理科也是屡见不鲜 对吧 那我们再给大家举一个英语的例子 有老师给大家讲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定语从句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定语从句的例子 对吧 给大家找了一句内容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 今天我们要讲定语从句哦 这句话里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句 有这样的一个生词 这个词可能比较难 大家没有学过 对吧 那我们来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你先看 这个词有一个什么样的后缀 对吧 它带了一个什么ESS的后缀 而这个后缀的代表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给大家来去讲一讲 那同样基于这个后缀 它还有这样的几个词 ABCDE 有这样五个词 大家把它记下来 好 那这个词我们看完了之后 再看这一行里面的下一个词 下一个词 它带了一个EX前缀 对吧 那EX前缀代表什么意思呢 好 我们这个意思 又会发散出几个词来 你会发现 它生生的把一节语法课 讲成了词汇课 那这就是由于什么 课程展示结构逻辑混乱 所导致 没有一个总体的目标 课堂的所有的点 就会变得非常的发散 那我课堂的总体目标 一定是我贯穿整节课的一个核心线索和核心内容 我这节课要讲什么 我下面的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全部围绕着这个核心论点来 对吧 那我必须设计好这样一个合理的结构 才能够将我所准备的内容 按照一定的条理和顺序 给大家去呈现出来 今天我们讲明朝的历史 好 明朝的历史分为这样的几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什么呀 它开始的标志是什么 结束的标志是什么 中间发生过几件大事 这几件大事产生的历史影响 和产生的后续的因果关联是什么 那将来第二个阶段 我们要讲的是这样的几位皇帝 那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这一位 那么这一位在他上任的这多少年之间 总共做了几件事情 对于社会 对于历史 对于整个的时局 产生了分别有什么样什么样深远的影响 他的历史的意义是什么 他对于后代所能够给予的启示又是什么 那么最后一个阶段是什么样 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回顾 整体的朝代史 那么在这里边 他整体是具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和什么样的影响 我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顺序结构来 而不是有点及另外一个点 不断的去跳跃和发散的过程 那包括刚才我们所说的英语也是一样 我讲定义从去 好定义从去的第一个 它有什么样的识别标志 第二个它有什么样的关联词 对吧 who which that 分别引导的定义从去 各自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好 who引导的定义从去 一共有几种表达的方式 一二三 which引导定义从去 三种表达方式 一二三 that可能和which 有什么样的互用的情况 等等这些 讲完了之后 那我常见的应用场景 定义从去的应用场景 一是什么样 二是什么样 它还有一些特例 一是什么样 二是什么样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定义从去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你会发现课程结构的设计 其实事实上有了总分总的这个大框架之后 你就不会出圈太远 或者不会太过于发散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好多包括我们自己的表达也是一样 互相之间的这种沟通 有的时候我们说产品经理去找程序员 去对一个需求 对完了之后 可能又多出来三个 多出来五个需求 就是由于什么呀 表达的过程当中不够于聚焦 在这个过程里面 它可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思维的发散和跳跃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一定程度上都是对于彼此互相之间的 沟通时间成本的一种浪费 所以我们说 无论是展示也好 还是你的课程也好 甚至是日常的工作当中的沟通 你的结构总分总都很重要 可以去利用它 那其中呢 我们来给大家简单的去梳理一下 那总分总各自你需要关注什么样内容呢 比如第一个总叫做核心观点 奠定你整体的课程内容主题和展示的基调 包括你去做pre去做展示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一开始的第一句话 今天我要给大家核心来去汇报一下 我们在前三个月的这个项目 在目前的进展和所需要支持的资源的情况 这就是我今天的核心目标 那接下来我第一个汇报就是当前的进展 第二个内容就是我需要去支持的资源 那么接下来我总结一下汇总一下最后的结果 就结束了 对吧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逻辑结构在了 第二个分一定是逐级展开的 分就像我们的目录一样 它有大标题也有小标题 这些标题其实事实上你在做PPT的时候 可以把它放到PPT里 但有的时候一旦放到课程里面的之后 好多人就把这个东西忘了 讲着讲着就是 好今天我们讲三个观点 第一观点是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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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内容结束了 二和三就没了 因为什么 他自己在表达和展述的时候 他的这种结构观点 或者是逻辑观点 没有真正深入到他表达的骨髓当中去 所以我们说你自己实际在去表达的时候 有几点一定要加上数字来去加以区隔 今天我们展示的过程当中 我一共要表达三个论点 那么论点一是什么 论点二是什么 论点三是什么 一定要加上数字 来给自己一个逻辑结构的强提醒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接下来再往下 最后一个总就是什么呢 叫做总结提炼 核对一下你的重要信息呀 对吧 那我讲了哪些东西 有没有遗漏的点 在沟通在表达的过程当中 有哪些好的东西我加入进来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通过我的展示 我通过我的表达 甚至通过和大家的一些互动 我又有了一些新的不一样的想法 我把这些想法也加入到 我最后的总结当中去 构成一个完整的表达过程 所以我们说 设计整体的展示结构和逻辑 如果你说我掌握不了那些特别复杂的 这个结构足够简单 而且足够清晰 但是呢 你必须得需要通过训练 才能够真正的去掌握和真正的去用好它 所以可以从你平常的展示和平常的沟通当中 开始就去刻意的训练一下 试着在跟别人表达的时候 先加一句总述来描述你今天的核心观点 在跟别人沟通表达的时候 试着将你想要去表达的这些不同的信息分类 加上数字 第一第二第三 这样的话会让别人听起来觉得很有条理感 很有清晰感 最后第三个呢 把你所表达和总结的内容 再来去做一个完整的陈述 所以这是我们所讲的 叫做总分总的逻辑结构 那么说到表达 说到沟通 在这里边 我们额外再来给大家去讲这样的几点 关于沟通表达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的技巧 或者是小的经验 尤其是对于在职场当中 尤其是每天可能和周边一些不善于表达的人 在去沟通的过程当中 大家更需要去注意 或者更需要去关注到这些细节 一共有五个点 那么第一个叫做沟通问题 一定要及时直接有效 你所表达的核心的目的 一定是需要提前先去准备好 这个和我们平常聊天聊八卦 这个是不一样的 大家加长里短聊的时候 这不需要总分总结构 对吧 你说你平常和这个爱人一块去聊天 或者是和男女朋友一起谈恋爱的时候 没有人会去讲总分总的这个结构的 对吧 大家可能这种情感化的表达 它是没有逻辑性的 但是我日常的工作和沟通里边 必须是要强调逻辑性 逻辑能够带来效率 而平常我们所情感化的沟通 这个是不需要效率 那将来我们再讲 第二个叫做提出问题 必须要简明恶药 触及本质 直击核心诉求 就是你所表达的那个逻辑分的观点里边 也不是说越多越好 就几点 一二三 你自己在尝试表达之前 先去梳理一下 如果你脑子想不清楚 你就用纸给它写下来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这里边有哪些是可能和我想表达的观点 意思是无关的 我就剔除掉 哪些是和我想表达的意思是直接相关的 我就给它加进来 那接下来第三个 就是在和对方进行沟通讨论的时候 要充分的信任 不提任何的不可控的一些假设的因素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现在会遇到这样的场景 产品经理和研发在去沟通 说好 这个需求我是需要 这个在本月三十底 三十号之前完成上线 那这个时候产品就提出来一个问题说 如果万一你上不了线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研发在这里边肯定就会得需要 基于你所给它表达或者传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去做出反馈 说你我为什么三十号上不了线呢 你要相信我 他说万一你上不了线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沟通就会变成了一个死循环 推进不下去 每一个逻辑的背后是要有基于一个大的 大家对于彼此之间互信的基础 才有可能高效的去推进下去 千万切记不要把你的逻辑环节和别人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环节 陷入到一个死循环里 而这种死循环是由于什么情况造成的 就是由于彼此之间的不信任造成 那研发就会说了 我三十号上线一定是因为你产品需求不断的在改 不断的在调 对吧 那产品说我万一要不调你三十号就能上线吗 研发说你一定会调 对吧 这就是来自于彼此互相之间的一个不信任的沟通的场景 所以我们说你的核心逻辑 每一点一定是简明恶药直气要害的 而在和别人沟通的时候 自己所要想表明的观点 不要给对方加以太多不可控的影响因素 要充分信任对方 这样的话 大家彼此之间的逻辑表达才能变得更加的顺畅 那再往下 回应解决方案 要给的干净利索 直接去阐明后果 不要顾左右而言他 那我想要表达的核心意思 中心思想 总分总的结构 表说的就很清楚了 没有必要再去附带其他一些 和我所想表达的意思 无关的周边的一些东西 我要想表达A 就是A A1 A2 A3 没有B 我要想说B 那我就 所有的核心表达思想围绕B 不能一会A一会B 你跳来跳去 这个时候别人又有可能抓不到你的点了 所以这是沟通过程 让大家需要去注意到的地方 那包括在我们去做展示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的核心逻辑 每一个逻辑的B环 都是层层相扣彼此相关的 你不能说我先讲一条 然后讲到下一个和上一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关联 这样的话让听众听起来之后也会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我们说在这过程当中要干脆利索来进行沟通 直接去阐明后果 就是说30号如果上不了线 那接下来可能带来的影响因素是123 没了 结束了 而不是说你万一30号上不了怎么办 对吧就我直接阐明后果就OK了 这个后果大家能不能接受 如果能接受那就按照这个方案来 我做好plan A和plan B的分别的预案的准备 而不是说我只在plan A里面 无限制的去跟大家互相彼此之间来进行纠缠 这样的话沟通的效率就会变得非常的低 那将来最后就是对事不对人 这是最基本的一些职场沟通的一些法则和大的原则 那么这件事情有问题 我只是针对这件事情本身 而不是针对这件事情背后引发他的一些人 来去做一些抱怨或者带有一些情绪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的表达或者是你给别人去做展示的时候 结构也好 逻辑也好 都是围绕着一个大的目标 就是你要高效准确的向你的听众来传递你想表达的信息 且他能够接受 且他能够理解 对吧 这是我们再去设计展示或者是沟通的过程当中 需要注意到的一些细节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去看 回到课程里 课程也好 展示也好 我的一个最基础的展示逻辑 在上一讲里我们也给大家有去讲过 叫做什么呢 导讲复册 这四个也是作为一个课程内容 或者作为一个课程闭环的基础的环节 那么在这里边这四个环节分别怎么来去达成 或者说这四个环节分别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场景 那么你来给大家简单的去做一个介绍 导是指的导入 我有什么样的导入的方式 我在讲课的时候 有什么样导入的方式呢 比如我可以回顾 可以有故事 可以有场景 回顾是什么样呢 比如说我们以今天这节课为例 那我今天的这节课一开始 通过回顾的方式来给大家导入 就是说 好各位同学们 上一节课 我们学习了关于课程展示内容的一些素材准备的方法 那么这些方法我们运用好了之后 接下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合理输出我们的 展示和课程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 然后在一二三展开 这叫做通过回顾的方式来导入 有一个导入是很重要的 它不会让你的课程听起来觉得特别的突兀 你会发现经常我们有的时候 在学校里面上课的时候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这样一个场景 每一节课上课的时候 老师基本上都会说 好的同学们 我们将来准备开始上课了 请所有的同学都这个回到自己的座位 坐好安静 那我们马上开始今天课程内容 这也算是一种导入 这是一种花束式的导入 包括我们在去参加很多的一些大型的讲座 听一些大型的展示和汇报的时候 你会发现 如何去区分一个大型讲座 或者说大型的会场的主持人 是否就有经验 你听一句话就够 在开始正式的讲座之前 或者开始正式的汇报展示之前 只要这个主持人有这样一句话 他其实实际上就是有经验的 这句话是什么呢 经常我们会去听到说 好 接下来请来到现场的 各位嘉宾朋友们 将自己的手机调至静音或关机状态 我们的讲座将于两分钟之后正式开始 这个其实也是对于一个讲座的导入环节 这个导入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真的为了让你把手机关掉吗 你会发现其实并没有 当你听到这句话了之后 你也不会去选择把自己的手机直接关机 静音是有可能的 导入的目的是为了让所有的听众 进入到一种场域和状态 这种场域和状态会暗示着他 接下来我的正式课程学习内容要开始了 我们需要去做好准备 我们需要去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调整到一个需要去听 或者需要去学习的状态当中去 所以导入对于课程的完整设计来讲 是非常重要 也是非常必要的一个环节 而这个也是往往很多一些没有经验的老师 可能去忽略掉的一个设计的环节 对吧 除了我们用这个回顾 或者是复习的方式来导入之外 我还可以利用比如说讲故事的方式来导入 这样一个场景 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去学习天文学 在高中物理里边 我有天体学的知识 那么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去讲 一位非常伟大的科学家 对于天文学的历史观测 产生了有杰出的巨大的贡献 但可能这位科学家 并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他的名字叫做蒂古布拉赫 那么蒂古布拉赫 他的生平是什么样 我给大家去讲一个简单的故事 来了解一下他从小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而我所讲的故事是围绕 我要所表达的核心目的来的 我的故事是为了引入 今天所要去讲 或者今天所要去展示的课程主题 而只不过我的故事的导入 或者故事的引入 是为了能够去刺激学生 更加愿意去听讲的这样一种兴趣 为了引起学生的兴趣 他就听下去了 他总比你一开始说 好 今天我们来讲天体 刘顿第一定律 刘顿第二定律 刘顿第三定律 大家都学过 那天体里面我们给大家讲一个什么呢 万有引力定律 好 大家来记 F等于大G大M小M比二方 你这么直接去平铺直序来去讲 和你用一个生动的故事来去做引入 效果是完全不同 还是回到一开始我们给大家核心讲的那一个观点和理论 你讲了什么不重要 或者你用什么样的形式和方式去讲一样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学生听到了什么 学生收获了什么 你用有导入的方式去讲 学生愿意听 他才有学会的可能性 你没有导入去讲 平铺直序去讲 直接生搬硬套去讲 可能你想表达东西也表达完了 但是因为表达的方式和展示的结构逻辑有问题 导致学生不愿意听 或者听不下去 或者听不懂 那这个时候课程的目比就是失败了 那还有就是基于场景的导入了 那基于场景的导入呢 可能他需要更多的一些及时的互动性 那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再去 这个做一些更多的课程活动的时候 在场景导入环节下 会更加有趣或者更加有意义一些 比如我在去讲排列组合的时候 今天班里面来了30个人 那将来这30个人呢 我可以这个今天组织一个小的班级的活动 让大家按照不同的方式来去进行一些排列 进行一些组合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课堂场景 对吧 这个场景也是跟我所要讲的内容是息息相关的 那我可以采用这样一个场景的方式 来导入我的课程内容 这是第一个叫做导 导非常重要 但是呢 有很多的新老师是容易忽略 或者容易去直接放弃掉这个环节 第二个讲的环节 需要大家关注三个关键词 分别是什么呢 取舍 降略 以及顺序 这里边 略有不同 我给大家来讲这几个词有什么样的差别 第一个 取舍 所谓取舍指的是什么要 什么不要 什么讲 什么不讲 降略指的是 这个东西它都要讲的情况下 哪一块我分配的比重更大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取舍 到底需要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和逻辑 核心还是围绕着我的课程的表达的主线目标来 就是我前面所讲的一个总分总的结构 你一开始总起的那个大目标 是什么 决定了下边你要留审 我要讲的大目标 今天就是三角函数的应用 那我接下来所要讲的一二三四 全都是围绕三角函数应用来的 跟它没关系的 一律不讲 可以舍弃掉 因为你前面准备了大量的素材 基于最近发展区理论 你会发现学生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对吧 这些东西他都可以去掌握 那这些东西我都一股脑讲出来吗 肯定不是 这些东西我必须得需要去基于 一条一条一条的逻辑线来 每一条逻辑线里可能需要去取舍 而你舍弃掉的东西 不一定说这个东西就完全不讲 而只是它可能不适合在这个逻辑场景 或者这个逻辑点条里面去输出 它可能换一个逻辑点条里 又会变成了很重要的环节 所以我们说取舍是取决于 你讲的总分总里面 总体的那个核心目标是什么 对吧 那接下来降略其实也是一样啊 降略是可以避免你在讲述的过程当中 平均的来去发力 我每一个地方都去花十分钟的时间来去讲 时间精力平步直去都一样 大家就抓不到重点了 降略是和你的课程输出的重难点有关的 重点难点一定详细讲 非重点非难点的地方一定是简略来去讲 核心的干货的内容详细来去讲 调剂课堂气氛情绪的这些诗后的内容 可以略来讲 甚至是不讲 所以降略得当 对于一个课程的评价来讲也非常的重要 我不能说一节课程 我只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平均用力来去讲 这样的话听众听起来会抓不到重点 表达也是一样 展示也是一样 同样一个展示 15分钟的时间 有的人展示下来了之后 能够让人觉得重点很突出 思路很清晰 但有些人15分钟下来了之后 会让人觉得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 因为同样做15页的PPT 有的人很简单粗暴 一页一分钟 一页一分钟就过了 这是不对的 你一个15页的PPT 应该是我重点讲的 就那么三页 其他的都是快速的过 要分享略 详细的东西是你要去突出的 总分总里面那个总 分可能是有响有略的 但是详略也好 取舍也好 都是围绕着核心目标和核心结论来 那接下来顺序也很重要了 顺序就是我先讲什么 后讲什么 最好的顺序 是基于最近发展区理论 从舒适区内一直到外 在这里边逐步去递进的这样一个顺序 会让学生能够感受到 跟着老师的这样一个思路和方式 一步一个台阶往上去走 这是比较好的顺序 当然你也可以倒过来 我先讲一个比较难的 让你觉得在这里边 可能我有一定的目标 或者有一定的挑战性 然后我再来带着你 倒着一步一步往前去走 走到一个你自己舒适区 会发现豁然开朗 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也是一种顺序 所以顺序没有固定的 说我必须要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但他在这里边 采用不同的方式 可以去达成不同的课堂目标 和课堂效果 这个是需要大家来进行思考 这是第二点 叫做讲 第三个 复习 在讲完了之后 不复习 学生一定是记不住的 所有的知识的掌握 都基于一个大前提 叫做重复 复习就是一种重复 对于你所讲的 知识内容的重点 难点 要点 需要去进行重复的 那重复完了之后 他才能够去加深自己的印象 重复本身也是对于详略的一个判断 你要详细去讲的地方 不仅要详细去讲 还要重复去强调 那这个时候才能反复不断的去巩固 你所要想输出的核心观点 就还是以我刚才所讲的例子为例 我讲的每一节课程里面 都在反复不断的去强调和重复一个观点 叫做以学生为中心 以听众为中心 就是这个核心的观点 会贯穿始终 因为它是重点 它是要点 你记住了它 哪怕别的都忘了 都可以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讲复习 只复习重点 难点 要点 而最后的测试 也是一种教学的方法和手段 测一下 我的整体的教育效果 教育内容有没有落实 有没有效果 有没有给学生带来行为上的改变 那我有测试才会有反馈 有反馈才能让老师知道 我的课程的结构和逻辑设计的是否合理 没有说我一开始第一节课 第一讲讲的内容 它的所有的逻辑结构都是非常的完美 这个很难 但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去迭代 同样的知识 同样的内容 或者甚至是不同的知识和内容 我的逻辑 我的结构 我的总分总 它的尝试都是可以去迭代和变得更优的 所以你需要去做的就是 抓住每一次的展示的机会 抓住每一次作为老师 能够去给别人 去给他人分享的机会 用好总分总的逻辑结构 梳理清楚自己的展示逻辑先后顺序 采用导讲复册这样一个方式 来去试试看 能不能够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结构 去输出好自己所要想表达的内容 那么这个 就是我们要跟大家今天来分享的 关于课程设计 它的展示的结构 以及展示的逻辑 结构 总分总 逻辑 导讲复册 希望这些 对于大家今天的学习 能够有所帮助 那么今天 我们这些课的内容 就到这结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